作为小店来说 味道昌悦的谈的定点 还是可以的 叫松露吃饺子 开了30多年的牛气饺子 老大51 首先想想 我愣是没看东西的什么 细节很难为 醋甜甜甜 防止小朋友 苟子小分30 配有酸菌 先尝两口 喜很有人血分心 收入非常安的 肥肉入口即化 尝尝多酸菌 酸菌鸡蛋 小分九块十五个 他们家这点很人性 小分三 小中大 先尝两口 鸡蛋的比例大于九块 鸡蛋炒的属于 中等偏老一点点 小的皮 水分偏厚 但是九块钱吃一根 就现在 外面都可以 后功报的 不好找 好 是不得精会儿出去 哎 我的我的 这一根 它皮儿偏厚 拈口的地方 所以吃点 很痛 尝个蘸酸菌的 天呐 你不把面吗 哦 我把面还行 蘸醋一块 九块钱就不要下 自己扯 这个皮儿的厚度也能接受 价钱哪儿放得了 在二里面 有微微的十三香味道 带着它喝多 不仔细去撇 它也不过 刚说的鸡蛋炒的偏牢 单独把馅儿拔开 尝尝了这个鸡蛋 单独炒一旦 牢不会是这个样子 鸡蛋里面夹中 具体它的是什么 不清楚 大胆猜一下 脖子的豆腐 所以它吃起来 有那种感觉 但是豆腐的味并 没有那么大 浑香大肉 12块钱 12个鸡蛋炒 馅儿打的属于偏紧吃 那还不是特别紧的内容 味道就是浑香的香 比较大肉的香气 这种复合的香味 就是它 这个就吃到姜末 喝辣椒 剁得很碎 很细 然后放的不是特别的多 不一定的一口能吃的 作为小店来说 味道超越的 它那地点 还是可以的 人员30多 味道超越来的 味道超越来 . 哇